大脚星讯息 是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许多人能看到我们在血肉之躯中 我们就会被更认真的对待 如果我们走在人群中 或者我们让飞船着陆 从飞船上现身 以便让人们知道我们 我们肯定会得到很多关注 你们都是如此习惯于用你们的五种感官去感知 以至于你们已经过于依赖他们了 为了让你们的灵性进化更深入 有时候他们确实需要被搁置在一边 你们中的许多人都知道 你们只能看到和听到实际能看到 和听到的东西的一小部分 然而 你们仍然认为 你们的五种感官是你们理解现实的最重要工具 我们不化身的好处之一 就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我们 我们可以去哪里 如何联系和交流 都不受限制 你们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与我们连接 这些通过丹尼尔传递的信息 是为了训练你们能够使你们的振动 与我们的振动协调 你们可以 而且你们总有一天会拥有这种能力 你们将与我们直接交流 接收这些传讯是给你们的培训 运用我们的洞见 我们的疗愈和我们的爱 是你们将在合适的时机 给予自己的礼物 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你们已经调携到我们的振动 并且你们已经接收到这么做的好处 到目前为止 你们所收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可以给你们更多的东西 现在那些愿意超越五种感官 并去捕捉 我们每次在你们阅读 或收听这些传讯之一时 在你们内部激活的感觉的人 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 当你们在振动上与我们和谐时 你们也会体验到更多的大侥幸自我 这对你们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想让你们知道 能够以任何方式与你们联系 我们感到多么幸运 我们希望你们和我们一样受益匪浅 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 你们必须在能量层面上 向我们敞开你们自己 你们必须允许我们进入 并与我们融合 以便充分受益于 我们所提供的一切 尽管我们采用物质形态 并去拜访你们的场景 看起来更好 但是当我们说 我们根据经验 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时候 请相信我们 你们不是我们寻求 给予帮助的第一个星球上的存有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们吸取我们所学到的 并运用它 使我们自己能够更好的给予 更好的教导 更好的为你们所有人保留空间 让你们成为真实的自己 就像你们能感受到我们一样 我们也能感受到你们 我们只是想让你们知道 你们每时每刻都在进步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